比如说我是很忧人的 而他呢 在真正的戏里头 是比较冷漠的 但是他也是就是很投入 很专业 又想要就是咬牙签啊 再表示给你拍一点 然后把你摟得近一点 有的时候他躺着 有的时候我躺着 给了很多的意见 我就跟他合作很开心 他很愿意一起去摸索 这个角色应该这么表达 对 我跟他搭 是可以称之为这个最佳搭档 对 其实你可以撩他的头发 就闻他呢 怎么你的头发那么臭 其实你可以说出来 你可以说两句出来 可以说两句出来 就是心里的对话 你可以说出来 其实阿飞正传 就是很有文学意义的一部作品 在这张海报中 要体现出这个故事的内核 让别人有遐想的空间 又能感受到这个故事是什么 好看的 要感觉要感觉 小婷很棒 是他带着我 进入到了我的状态里 你看 你看 真的 我觉得很满意 因为眼神会有感受嘛 我在跟他当场的交流 眼神的碰撞的时候 其实那个氛围已经让我觉得 哦 成了 当时拍的时候 摄氏曼老师来了之后 其实他的指导特别重要 就是他给他们两个 讲了这两个人物关系 然后还讲了那个男主角 他的实际上 他的心里的一种 对情感的需求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 有经验的演员的体会和领悟 能够告诉年轻人 就是只要几句话 然后他们就领悟到了那个点 因为演员你跟他讲 要演什么的时候 他就知道了 所以他就不会像模特那样 只是摆动作 他有更多的情绪在里面 我们的 我看完他们的 真的有点紧张了 我看起来 我觉得第一张海报 就蛮不错的 就我看到一个 这个阿飞正传 就是男人 他没有人生意义的 追寻的稳定感 男主角对这个人物的把握 还是准确的 然后那个后面的 那个背后的 那个女生的性感 那个依恋 我能感受到 谢谢 谢谢 那接下来就志婷和凯琪 志婷上镜很硬朗的吧 好 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投票 宝宝人生大戏 优翠高端开启 接下来进入 君乐宝优翠有机奶粉 未来无限 优险时刻 我觉得男生可能 略微地乖了一点 因为其实阿飞正传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 浪子的设定 那他可能可以更放肆一些 因为他对他不是爱 而是喜欢 我想举一下红色 我理解的那个电影 可能更多的是 有欲望的部分 也有爱的疏离 也有爱的伤痛 而这里面三张照片 传递的是一种情绪 稍微狭窄了一点点 我是选第一组 我交给他 我交给他 藍色 谢谢 谢谢儿子 谢谢不拆之恩 真的非常纠结 真的非常纠结 我觉得如果说更想看的是小婷 那边的故事好奇比较多 就这边就好像就知道是一个爱情片 我就把你们拆散吧 红色 好 接下来要有请非常默契的沈月组 与刚刚获胜的小婷组进行对决 富家千金周周周在一次意外抢劫中 遇到了与他地位悬殊的蛊惑在阿华 两人不顾一切坠入爱河 迫于现实的阻挠 阿华深知自己无法给周周幸福的未来 身负重伤的阿华 带着即将被家人逼出国的周周逃跑 可周周不知道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约会 我们穿这身衣服是你在车上也还留着那个鼻血 一样只能留鼻血 b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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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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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ro o v m 其实我觉得我穿上西装 接着你 你要上车走了 去机场了 然后你看到她车在外面 然后就出来了 我们在拍这个海报之前 是把那一场戏的前后又重温了一遍 因为那一段是整个电影里面最经典的一个画面 就是机车和婚纱